大家好,我是睡觉人,好久不见 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体验动画制作进行的受苦之旅 生活中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工作又苦又累呢 因为上班时间很长,工作内容又物聊又麻烦 晚上可能又要经常加班到很晚 想做的事情做不了,想去的地方去不了 想近的人见不到,光是想一想都觉得心里委屈巴巴 但如果是喜欢动画的你,从事的工作是制作动画 甚至是和曾经的我一样 在日本的动画公司里制作动画 会觉得满足和开心吗 欢迎来到《以动画为业》第四期 本期将会介绍动画制作中的日常管理工作 和一些活动的现场内容 上期我们说到 制作进行经历了前期工作 并且终于配合监督和演出等人 安排并完成了全部的作画会议 接下来原画师们就会根据分镜的内容 开始进行动画的原画绘制工作了 至此动画流水仙也正是全速运转的起来 作为制作进行的你也开始了每天推稿的模式 简单来说的话 原画师会先绘制草稿原画 制作进行收到画稿后再交给演出检查 演出如果提出修改则会反给原画师 如果演出觉得没啥问题 则进入下一步 送给作画监督进行修正 作画监督修正完后一般会反给原画师本人进行清稿 原画师清稿完会再次跑一遍演出检查和作间检查 原画部分的流程就算完成了 制作进行就是需要在这些流程的中间负责交接工作 但这么多流程需要怎么管理这些乱七八糟的进度呢 这里就会运用到两种工具 传票和状况表 这里的传票不是指法院传票 而是日语中的Dampio 传票类似于订单 用于记录各种工作或者商品的交易信息 在日本动画业界中 这样的东西被称为动画制作传票 中文的话也可以直接称其为动画制作订单 为了各位方便理解 我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 做了一份现成的订单格式 一般的订单格式中会包含动画作品的基本信息 和需要委托的工作内容 比如作品名 委托时间 甲方乙方名称 工作内容 价格 截止时间等等 并且会附带这样的表格 用于更详细的记录 比如镜头编号 章数或者秒数等信息 大部分日本动画公司都会使用这样的订单格式 每份订单会有两张 也就是所谓的仪式两份 委托方和被委托方各是一份 制作进行在给油画师等人发工作的时候 就会附带一份这样的订单 一方面便于记录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日后出现了某些问题 这份订单也可以当作是比较客观的证据 大大减少被甩锅的风险 而进度的管理方面 其实我本人并没有太多研究 只是在我接触过的日本动画公司中 使用最多的进度管理工具 是Excel表格 这里也直接大概做一个现成的格式给各位参考 首先表格中 共有两个主要的工作表 一个是记录整体情况的进度表 另一个是记录每个镜头信息的镜头表 镜头表的样式大概如图 我个人习惯于记录每一环节的完成数量 中途数量和剩余数量 并且附带一个看起来更加直观的图表 这样在任何时候 都不用怕老板或者领导自己检查 来询问你作品进度了 而这些数字实际上是根据 立场工作表 镜头表的数据自动生成的 在镜头表这一页里 会将每个镜头的提交日期 检查日期 备注 后续流程等的信息 详细地记录在上面 如果想让表格看起来更加直观 则是依靠条件格式工具 来给每个流程节点的单元格 添加对应格式的规则 比如我自己习惯编辑为 单元格不包含空纸的时候 单元格填充为黄色 每当一个镜头完成的时候 就在单元格里输入日期 单元格就会自动改变格式 变成往想要的颜色 看着满满的黄色 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而如果要实现自动统计数据的话 就在刚刚的状况表页面的表格里 在对应的单元格中输入comptips函数 作用是计算多个区域中 满足给您条件的单元格的个数 并在这个函数后面 加上一个不等于控制的条件 整体的意思就变成了 自动统计出原画交到极卡镜头 经过这样的操作 在镜头表里输入的信息 就都可以自动统计到进度表之中了 那么讲了这么多 你学费了吗 以上就是帮助做地形 更好管理进度的两种工具 到这里 有朋友可能就会问了 哎啊不主啊 你这讲得好无聊呀 嗯我也没办法呀 做动画就是这么无聊 不过事实就是这样 制作地形作为管理职位 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是在整理资料和统计进度 要说无聊的话 还真是挺无聊的 很多人认为做动画会非常开心 但实际上只要是个工作 就肯定会有枯燥法位的地方 不过动画制作中 真的就没有能让人兴奋的地方吗 当然有啊 那就是 明天都要播出了 你这破动画还没做完呢 能不兴奋吗 万策劲了呀 赶紧跑路吧 哎不是 当然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 比如配音 剪辑 回音等活动的现场 配音就不用多说了 可以到专业的录音棚里 亲眼看见自己喜欢的 深游和别的深游贴贴 那体验不要太棒 关于动画配音和深游的细节 在上一期方外片中也详细讲述过 想和深游贴贴的淘宝用户 千万不要错过 下面先讲讲剪辑这项活动 和电视剧 电影不同 动画的每一分钟 每一秒 每一针 每一个物品 每一个动作 都是需要精心设计 多一秒钟内容 就要多一秒钟成本 所以在动画分镜完成之后 都会先进行一次剪辑 当然剪辑可以放在分镜之后 也可以放在原画之后 不过因为目前的 日本TV动画的进度 都非常紧张 所以比较常见的情况 就是分镜完成之后 就立即进入剪辑环节 在进行剪辑之前 首先需要准备好 剪辑用的视频素材 一般称之为线摄 是线画摄影的简称 可以直接从字面上 理解为动态线稿 而线摄又分为 分镜摄影和原画摄影 只要把一期动画 离每一个镜头的分镜稿 或者原画稿做成动态视频 剪辑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剪辑的工作 一般都会在专门的剪辑室内进行 需要在场的有制作进行 演出或者监督 剪辑师 剪辑的过程中 会决定每一个镜头的时间长度 和角色台词的时间长度 剪辑师会一边操作PR 播放视频预览 一边亲自演绎角色 也就是念台词 如果演出或者监督 需要提出修改 就会跟剪辑师说 这里的台词 要从第几秒第几帧 改成第几秒第几帧 之类的指示 然后剪辑师在操作PR去修改 就这样把每个镜头都过一遍后 就算是完成这一集的剪辑了 因为剪辑的过程中 会决定决策台词的长度 所以一般是做完剪辑之后 才可以送去给声优们 进行配音工作 剪辑师这个职位 其实相当有意思 在最初没有声优配音的情况下 角色的台词和音效 都是靠剪辑师来进行现场演绎 再配合演出和监督的意见来修改 以此来把握镜头的节奏问题 甚至是有些时候 剪辑师的意见 要比演出和监督更有参考价值 所以也会有青海城 这样的监督亲自剪辑的情况 剪辑的人才其实也相当稀少 很多新公司或者小公司的剪辑工作 只能委托给 自在设备和人才的老牌动画公司 下面是混音环节 在日本动画流程里 被称为打兵故 主要内容是给动画作品 加入音效和BGM 并进行现场调整 也是需要在专业的工作室内进行 参加的人员有监督、音响监督、演出、制作人、制作进行等等 工作过程和录音比较相似 会事先把音效和BGM添加进作品中 再完整播放一遍进行测试 之后再由演出或者监督与音响监督进行沟通 做出音效或者BGM的调整和修改 虽然我们平时看动画的时候 可能因为音量不会开得很大的原因 很多效果都无法感受到 实际上混音的工作是会进行非常细微的调整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整个好的设备尝试感受一下 以上就是剪辑和混音的内容了 虽说这些活动听起来的确很有意思 但实际上一集TV动画的剪辑工作 快一点的需要两个小时 慢一点的甚至需要五六个小时 而混音工作一般也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所以对于经常日夜颠倒不甘工作的制作进行来说 还是蛮累的 我自己参加过的几次剪辑和混音现场 能回忆起来的就只有那天温暖的空调 舒服的沙发 还有当时脑海中浮现的美好梦境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从下期视频开始 我们的制作进行 终于迎来了动画制作的高潮部分 随着一天天的没有叫水 而不是一天天的过去 距离最终的播出之日也会越来越近 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也会逐渐变得扭曲 做动画到底有多累呢 做动画到底开不开心呢 我们做动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敬请期待下一期以动画为业 做科普视频不容易 感谢各位的观看和一键三连 生活的幸福不一定是晴空万里 也可以是阴雨绵绵 希望你明天也是美好的一天 我是睡觉人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日子 未来日子なんて何もない一平三だと それでもやがて来たる日々のために 今夜は眠りなさい 新しい君の数を取り戻すため 今夜は眠りなさい 今夜も眠りなさい 暖かい君の場所を許すように